来人们大家好,我是小新 有来人跟小新说 小新花椒里面的种球是比较大的 自己家庭里面的结的果实是比较小的 问我为什么 所以今天出一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 手边有一颗这个君子栏 看一下 种球确实是大 非常大的两个圆球 触略估计的话 里面应该至少有20多个子 花椒里面几乎是没有花字粉的 什么叫字粉 就是自己的花粉给自己收粉 花椒里面的花都是 用这一颗花和另一颗花杂交出来的 这样的话做果率它是比较高的 如果它开花的时间比较早的话 就是它开花的季节是比较适中的话 它出来的果实的话都是非常饱满 非常大的 再比如看一下小新的这一颗 这一颗的果实的话非常的多 可以称之为这个硕果累累 然后这个花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花朵肯定是比较多的 而且果实都偏大 就是有小的非常少 初略估计的话 这一感见的话大概有几百个子 而且它的妈妈也是非常的优秀的 看着大桌机 看着身板 看着立项 然后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麻纹和大空度了 又宽又立 大桌机的话 出来的苗子那是相当的哇塞了 那这花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季节性 它开花的时间比较好 比如是在二月份三月份 温度呢比较适中 所以它开花 接出来的果实比较饱满 再一个就像小新跟大家分享的 它是不是自粉 就是自己的花粉给自己花粉 当然要找一个非常帅气 漂亮的爸爸的花粉 给它垒上 这样的爸妈的基因非常优秀 最感见的几百子出来的苗子 就不会差 二花比较早的 它成熟的就比较的大 比较的饱满 你想像大部分有的时候 我们会在秋季的给它下 但是你想像这种都颜色 已经开始慢慢变红了 包括你想像这颗的话 就特别明显 这颗的话到秋天就完全成熟了 现在其实它已经成熟了 粘包了 已经成熟了 因为你墨摁起来的话 它就是软 能听到这种嘎吱嘎吱的声音 而且你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它的种秋已经完全的饱满了 这个没办法了 因为它已经掉下来的 可能明天的话就给它摘种上 这边有个比较漂亮的彩栏 看一下它种秋很少 就是因为它开花时间比较晚 它即使到了十月份 十月份成熟的时候 它这个果实的话 也不会特别特别的大 七月份这个夏天的时候 就几乎不会点粉了 因为点粉的话 由于温度比较高的话 它几乎也会做不成果 就是点粉也是会失败的 而且即使是在三月份 点粉的话 如果大家想自己 去繁衍下一代的话 给大家建议的是 早上的时候受粉 你这个做果率也是比较高的 这个就是小新今天给大家的分享 喜欢君子蓝的 别忘了给小新点关注 持续还是一样 会给大家分享更多君子蓝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